大家好,我是司徒達倫醫生 我是心胸肺外科專科醫生 其實大家都知道 輝癌在香港的癌症之中 發病率是第一 死亡率亦是第一 肺癌為何死那麼多人 是否不能醫治呢 不是 其實一向肺癌如果可以做到手術 成功率今時今日很高 我們那個5年生命率 即是可以醫斷你的機會 今時今日做到手術可以去到9成 不過為何既然治療有那麼有效 為何死亡率仍然那麼高呢 因為通常肺癌發現時已經是慢期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追求突破 近這10年 現在終於我們真是達到這個突破 就是肺癌篩查 用到一個低劑量的電腦掃描 例如Lodal CT 在一些無症狀的朋友裏 做的Lodal CT 就可以早期發現到肺癌 有幾成功的呢 譬如我們參考美國 歐洲甚至台灣那邊的研究 我們可以用了西茶之後 絕大多數西茶莊發現的病友 是真的一期就可以發現了 一期就意思可以做到手術 做到手術 就算有肺癌也不用拍攝 如果我們可以將這個西茶普及化 多些人可以做到的 我們希望可以將肺癌的死亡率 大大地減低 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有時我們用電腦掃描 看到肺癌的影 未必一定是肺癌的 有時純粹是發炎後的病變 例如鈴、巴核、纖維化都未定 不過當中也有些真的肺癌的 如果我們醫生看到一個西茶之中 看到一個結節 或者磨玻璃影的 我們通常有幾個做法 要麼我們先做了把握時一個活檢 譬如用氣管鏡 或者用一個CT Guided 一個經皮膚的 一個穿刺活檢 這樣就可以 有時如果是有些病友我們覺得 真的好似肺癌的 我們甚至乎直接 跟他做一個微創手術 既可以診斷 亦都可以 如果診斷到肺癌 即刻有害童的醫治 跟治了這個肺癌 亦都可以的 難度呢 就是這裏 因為既然做到一個微創的 而我們西茶之中發現這些鈕 顧面思義是真是很早期的 有很多時候是很細的 有時未必那麼容易找得到手術之中 我們通常手術中是 靠我這個手指 靠我的眼睛 看見不見得到 摸不摸得到 摸得到 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把它撤走 不過偶然之間 有時這些結節 在肺很深層的地方 有時摸又摸不到 看又看不到 又或者這些影 有時是 我們叫磨玻璃影 不是很實體的 軟軟的 有時也未必容易摸得到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時 真的要利用一些 新一些的技術 去輔助我們手術 中 怎樣去探索 找得到這些病組 傳統來說 可以用的CT 手術前做的定位 接著塗針 附近 打顯影劑 或者打粒子 幫我們容易找 這是其中一個辦法 另外 先進一點 可以做一些 導航式的氣管鏡 在病人的氣管內 通用的內規鏡 去到附近的位置 打顯影劑 或者打粒子 一樣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這些結節 現在我們是靠最先進的軟件 電腦軟件 亦都可以幫我們進行定位 每一個病人 做過篩查 做過手術前的檢查 一定是包括了有CT 我們可以利用CT的數據 經過電腦分析 砌成一些3D的影像 亦都可以 作為外科醫生 手術前 透過這些3D影像 可以判斷得到 Exactly 這個結節 在什麼位置 方便我們去進行這個切割 我們可以 做一個 屍形切除 我們用它的定位 知道它是哪個肺的 段 直接把那個段切除 亦都可以 我們作為醫生 進去做這個手術 最怕進去找不到 這些細的結節 這樣 如果我們可以手術前 已經可以清清楚楚 做到一個3D的定位 知道在什麼位置 方便我們做手術 這樣很準確 很精準地 幫助病人 去切割 不會切漏 又不會體漏 對病人來說 如果我們可以用到 這些3D技術 亦都可以避免到 以前 我剛才說過 可能以前要 睹針下去打蜻影劑 或者打 粒子 或者打一些線 進去 創傷又會低一點 準確程度會高一點 其實那麼多年經驗 以往那些 舊式的方法 有時都不是 那麼準的 不過如果我們可以用到 這些新的 3D的定位 一來準 乾淨利落 病人 不需要受到什麼創傷 甚至乎 我們可以用這些 3D的軟件 我們可以重建 整個氣管道 一個路線圖 出來 3D的一個路線圖 整個病人的氣管 都可以看得完 這個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做 我剛才之前說 我們那些導航式的氣管 看著這個3D的氣管道 作為一個路線圖 可以精準地 去到我們 所需要去的位 這個亦都可以幫助到病友 其實這些新科技 對我們作為外科醫生有什麼意義呢 當然 我們真的要學會這些新的技術 現在 今時今日 不同以往 以往 學會做手術 就搞定了 不過現代 這一代的 胸外科醫生 不單止要掌握 最先進的微創手術的技術 我們手術前 手術中 手術後的病人管理 現在是非常精準 亦都非常講究 幫助病人的康復 而我剛才說過這些 3D重建的 新科技 現在慢慢 逐漸都變成 我們新一代的 外科醫生 必須要學的一課 來的了 因為 既然 都說了 西柴鋪及髮 越來越多 看到這些 小結節 其實我們怎樣 去處理 這些小結節 手術中 怎樣去發現 手術前 怎樣做好的準備 幫助我們做這些 小結節的手術 這個 已經是變成 我們胸外科 裡面的 一個特殊 一個學問 所以我都會建議 我們年輕一代的 胸外科醫生 都必須要 在他們的訓練之中 都必須要掌握 這種技術 給大家